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杨子合体代言腾讯视频,腾讯视频代言人的时尚穿搭超一流。 新年一史,腾讯视频发出了今年的代言人,分别是肖战肖战,杨子,赵丽颖,吴亦凡,杨阳,杨超越。 帅哥美女齐亮相,实在是养眼得很。 估计现在各自的粉丝都忙着会员吧。 肖战海豹的礼服是星光大赏时第二套礼服。 肖战身穿圣罗兰西装。 气场十足走路都带着风,放佛般贵公子翩翩走来。 肖战的这个造型太适合他了。 黑子不依不饶,真的让人烦。 不然不会等了快两个月才公布消息。 杨子这套礼服也是星光大赏时穿的。 上身是垫肩黑色泡泡袖和黑色有红色印花的衣服, 下身是大红色闪光景身裙。 造型复古庄重,还曾被调侃成春晚造型, 不过精修图还是很漂亮的。 肖战和杨子一起成为腾讯视频的代言人。 官方公布的海报看出了金主爸爸对这两位代言人的喜欢。 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还未播出, 就已经受到众多人的关注。 预告片播放量已经超过了两亿, 不得不说这部剧的影响力之大。 更确切地说是剧中的两位主演影响力比较大。 余生夫妇合同代言, 收视率和影响也一定会提升很多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余生请多指教早日播出吧。 我觉得星光大赏时杨子另一套礼服比美, 为什么不用那个呢? 杨子身穿一袭裸色蕾丝刺绣长裙, 大气华美。 精致珠宝娇香灰映。 蕾丝刺绣在裙间蔓延, 好像优雅的临终仙子。 一袭蓝色礼服的赵丽颖, 仿若化身蝴蝶公主, 美丽端庄尽显高雅气质。 让整个蓝色纱裙顿时高级起来, 这件礼服真的仙气十足。 赵丽颖升级宝妈后, 身材成为了粉丝们主要关注的地方, 气质更成熟, 更温柔。 吴亦凡凭借帅气的外形和高挑的身材, 参加过不少走秀现场。 初到七年, 衣品变化很大。 海豹中白色打底衫搭配裸色西装。 戴着金属项链, 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。 杨超越是很有魅力的女生。 紫色的长裙让人感受到独特的灵感。 袖子的设计也很有创意, 提升了整体的气氛。 长发披肩, 温和而知性的感觉。 恭喜杨紫、肖战、杨阳以及赵丽莹等成为腾讯VIP代言。 你喜欢谁的代言人海报?